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学测100年这一题 这一题的关键字是球面 球面虽然不在九九课纲里面 但是我还是推荐大家来看一下 因为球的概念就叫做距离 它是到哪里的距离呢 它是到这个球星 球星 一二三 那它的半径呢 半径是根号十四 就是球面上到这里根号十四 那我们想要去看怎样 就是说A B这两点跟球的关系 那还有圆点 那还有AB直线 那还有一些这种SY平面跟球的关系 那看这种东西呢 有时候看的这个其实不是很懂 所以平常一定要有透过这个George Bra 一些绘图软体 让自己可以想象一下 一定要先想象过 不然你考场的时候 真的就会不是很清楚 到底它在写什么 虽然这种东西 操作这种东西是不会考 但是它实际上是有助于你的想象 好 所以这里现在中间就有个球星 好 那这里是AB两点 那我们怎么知道AB在里面呢 其实判断方式就是距离 因为球的概念就是距离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刚刚球的半径是什么呢 球的半径是根号十四 SQRT就是根号的意思 所以球的半径 根号十四 3.74 那我们可以去量一下怎样 量一下那个AC的距离 例如说我们想量一下 AC的距离就是什么呢 我们就来按这个DISTANT 好 那DISTANT呢 就是我们去量A跟C 好 AC的距离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好 3.61 所以AC比半径小 所以AC其实在球内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再去量一下这个什么 量一下AB好了 AB就是DISTANT的这个 DISTANT的这里 B...C 好 OK 我们就可以去量出来这个DISTANT B...C 好 那量出来之后呢 对 这里更正一下 这里应该是B...C的距离 就是小写的 好 那我们再量出来 B...C的距离 4.12 比这个半径大 所以B在球外 A在球内 好 那它还有一点叫圆点 那我们可以去量一下 那个OC好了 OC我们就是DISTANT的那个 DISTANT的那个...O...C 好 所以3.74 其实这个是一样的 所以O在球上 好 所以透过距离 我们就可以判断球内球外球上 好 那这题呢 待会后面还要量一个东西 就是说 AB这里有一条线 就是AB线 例如说这里是线AB 线AB 我们把它用深一点点 这个线AB的话 线AB 把它用深一点点 OK 这线AB 线AB是球星到这个线AB 最短的点是不是A呢 其实判断最短 一个概念就是垂直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说 AC向量 我们就要检查一下 就是说这个 我们把它连起来 这个是... AC 所以AC这个方向 有没有跟... 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AC这个方向 有没有跟... 这个线是垂直的呢 看起来是有的 待会我们再用... 我们这里可以用这个角度工具来量看看 这是... CAB 真的是90度垂直 如果是垂直就表示它是最近点 那我们现在先用几何工具来做 待会我们就要回到... 整个... 怎么用手来算 那刚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去算什么呢 要去算... 跟三个面的情况 跟三个面都会交出什么呢 会交出三个圆 例如说这里有一个黄色的 有一个红色的 下面有一个圆 那哪一个圆的半径最大呢 要怎么去想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要看什么呢 对 就是要去看... 这个球星到这面的距离 球星到面的距离越短 那其实怎样 这个面就会越大 这主要的概念就在这边 所以... 因为球星是123嘛 所以123的话呢 对... 到YD的平面是1 到那个... XZ的平面是... 到... 到XZ平面就是Y2 到那个... 另外到XZ平面就是3 这讲的有点乱 待会我们再回到... 算式里面再看 反正就是... 看球星到平面距离 到越短了 那当然相交的球就越大 这是主要整体的概念 好... 那我们... 一样我们就回到那个... 整个算式里面 平常你一定要先这样子... 多做几次 你考场你才会... 处理这种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看... 圆点在球面上 有没有... 这件事情有没有对呢 好... 那这里... 圆点的话就是... 怎样... 圆点就是... 0,0,0... 原本把它叫做O好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 就说... D... O...C的距离是多少呢? 对... D...O...C的距离... 那就是... 对... 这里就是变成... 1平... 加2平... 加3平... 再开根号 所以透过B式定 你就可以算距离 这14... 根号14... 的确等于R... 好... 那... A点... 在球面的外部... 好... 那我们刚刚说... 就要去看什么... A跟球星的这个距离... 好... 那这边... A是100... 这是123... 所以前面这是0... 那... 2跟3... 2跟0差2平... 3跟0差3平... 好... 那这里就得到了... 就是根号13... 好... 所以B... R稍微小一点点... 嗯... 那... B点... 有没有在外面呢? 我们当然就去量一下... B...C... 好... B...C的话... 这里就变成了... 1跟-1就差2... 所以是2平... 加2平... 加3平... 这是根号15... 好... 这是大于R... 好... 那因为... A在里面... B在外面... 所以线段AB... 当然就会跟... 这里有交... 好... 这个外部... 这个是... 球面上... 这123就对... 好... 那接下来... 直线AB... 距离球星最近点... 为什么是A呢? 我们刚刚说要检查怎样? 检查... 有没有... 垂直... 检查我们垂直的概念就是透过... 内积... 内积是一个度量... 有没有垂直很好的方式... 那我们要去看一下... 就是说... AB的向量是什么呢? AB的向量是... -2... 0...0... 好... 那... 到圆心的向量呢? AC的向量是什么呢? AC向量是... 0... 2... 3... 好... 那这两个内积... 对... 这两个... AB跟... AC的内积... 那就会得到的是那个... 0... 加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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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0... 所以这边就是0... 所以这内积是0... 就表示它有垂直... 这是最近点... 所以这个是对的... 那第五个呢... 就是... 到XY... YZ... SZ... 这三平面的圆... 就是看它们的距离... SY... 到SY... 因为它球形是123... 到SY的... 距离就是什么呢? 好... 3... 那到YZ呢? 就是看X坐标... 好... 到XZ呢? 就是看Y坐标... 好... 所以... YZ... 好... 呃... 到YZ的那个... 方向呢? 其实是最短... 好... 到YZ的... 比方讲... 所以到YZ的这个... 圆是... 圆会是最大... 这...这边... 其实空间中... 不是很好画啦... 但... 但大概... 整个球大概就长这样... 就这里短... 那这里就长... 因为这边都是固定都是... 根号14... 那因为到YZ的话... 就是看X这里最短... 好... 那这边就会... 这边等于... 半径就会是... 根号13... 嗯... 好... 所以这是错的... 好... 所以这里答案就是... 1... 2... 3... 4... 好... 掌握这体学习的重点... 就是... 球的概念就是距离... 好... 这东西呢... 你可以把它变成在圆里面去想... 对...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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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东西就可以检查一些相关的概念... 嗯... 一起的 那个背 depend以为哲学习那些手等了...